《少年歌行》至今已经更新至第16集 相信很多追翻的朋友们 都已经被气势磅礴的江湖故事深深吸引 可以说这部由终于年年出品的国漫作品 带给了大家相当大的惊喜 如果你自称是一名动漫爱好者 却还没有看过的话 那真的是太low了 因为你真的是错过了一部画面精美 人设饱满 不是丰富的好作品 画面精美 追赶国际一线水准 在我们的记忆中 国内的动画水准一直是很低的 直到近几年来广慢崛起 画面的制作水准逐渐得到改善 但是画面在近日中到底得到了多少改善呢 道听途说不如眼见为时 正如大家所见 打斗场面已经和现在的实拍电影效果无异 无论是出招驾招还是动作衔接 几乎没有跳针掉针这些毛病 动作精准更是到位 最重要的是这是在三顾城美人装的一场打戏 打斗的姿势很符合美人而使用的招式 可以说是妩媚又充满杀鸡 这个片段虽然有些动态模糊 但是依然能够看到这个美术效果已经达到国际一线水准 漂浮的丝带 飞舞的桃花瓣红色的楼阁与灯笼 美人装的氛围已经烘托得十分到位 不愧是这个江湖中的第一青楼 再看看第一美女天女蕊 装造十分符合身份定位 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多情的女子 脸上的美人质都清晰可见 高光阴影应有尽有 暧昧的氛围油然而起 谁不会期待下一刻发生什么呢 如果你以为只是开头几话 为了吸引人观看 故意让经费在线制作噱头 那你就错了 这是第九画中的一个片段 全球知名景点天空之境的动画版有没有 比照片拍出来的还要好看 湖面的倒影天空的彩虹 以及远方即将东升的旭日 一个完美的朝霞表现得淋漓尽致 通过几张截图 相信大家已经大致了解了少年歌星的制作水准 如果你以为本作只是靠画面取胜 其他一无是处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人设饱满 三大主角画里画外全是戏 少年歌星更新至今 已经走向了公路片的模式 那放在中国当然是行走江湖了 既然行走江湖 那肯定不是孤单一人 而是多主角的故事 没错 本作的主角一共有三个 据说动画非常尊重原著 改动较少 那换句话说 故事脚本由小说称腰 那内容必定精彩 本作主角之一 萧瑟 穿着一身蓝色胡球大衣 忧郁的样子 看着就是一身富贵病 自己开了家客栈叫雪落山庄 便以客栈老板身份自居 是一个看淡人生 冷静面对一切问题的人 拥有极强的洞察力 能够一眼看出事情的本质 他也算是个毒蛇 最喜欢吐槽跟他一同上路的天真少年雷乌杰 而且在生活中 自己能不动手就不动手 尽可能使唤雷乌杰去做 当然了 更新至今已经看到了他的人物前十很深 而从他长长露出的忧郁表现来看 仿佛如他的台词所述 你一念之间 我萧瑟一生 可以看出他背负着一些深仇大恨 未来的走向必定围绕他的纷争展开 本作主角之一 雷乌杰 作为一个超级单纯的年轻小伙子 是所有天真正直的化身 由于他老实憨厚的性格 总喜欢拔刀相助 所以不断卷入到别人的纷争中 还拼命地为他人解围 就像他出场没多久就遇到了唐莲的敌人后 惊呼出入江湖就遇到这么强的对手 是我的幸运 真因如此 他才能跟萧瑟在一起旅行 受到萧瑟的信任 最主要的是 能够听萧瑟的使唤跑腿干杂事 他的梦想就是成为江湖传说 出人头地 本作主角之一 吴星 用他的原话来说 世间本无魔 该诸的是人们的心魔 从中可以窥见他名字的由来 他虽然是个和尚 但是修炼的是心魔影和佛道所有封禁的武学 所以看上去整个人的状态也异正一些 尤其是那双眼睛和翘起来的嘴角 一笑起来就觉得心怀鬼胎 现在跟萧瑟和刘威杰一起旅行 常常跟萧瑟隐晦地谈论彼此的身世 那对话感觉像是神仙聊天 都是话里有话 由于自己是邪恶的代表 但是又被佛教无忧大师所感化 未来的故事走向 他应该是一直与自己的内心在斗争 故事丰富 由一口棺材引发的江湖意识 三个人 有三个人自己的目的 但是从人物的行动来看 萧瑟与社会环境争斗 雷无杰与眼前的敌人争斗 吴星与自己的内心争斗 三个层次刚好就是在这三个主角身上 大家可以自己脑补故事的后期的庞大 这后劲该有多足 一到六集作为故事开端 故事围绕护送棺材 争夺棺材开始 以一个黄金棺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展开 充满悬念和紧张的故事 这部分大家都认为是最精彩的部分 每一集都环环相扣 好不拖沓 七集之后 故事才真正开始 由于又要交代人物背景 又要一点一点经历事件 固然会有拖沓的地方 但是像这样庞大的江湖故事 为了交代情节 不得不牺牲一些快节奏的进程 也是没有办法 想想曾经被誉为经典的《命运时之门》 那十几集的《生活流水账》 也是为了最后几集的大反转做普点 让粉丝大呼过瘾 还有去年《Lost Song》在七集之前平分为六 第七集暴涨至9.6 把少年歌型当成这种类似的一个潜力股 也总比某些作品高开低走 最后崩盘要好吧 而且在主角异性人的江湖之路上 还有一帮人正在赶去跟他们会合 一个是孙上香 一个是达摩 一个是蓝灵王 一个是貂蝉 嗯 有这个画面为正 大家自己看我说的对不对 这两拨人一路遇到的事情会逐渐将不实现汇聚 这样多线叙事的期待值 也会随着线索的越来越多而倍增 现在的拖沓也可以忍受吧 不吹不扁 作品自己会说话 国漫不易 少年歌型缺点虽有 但也没必要一味苛求 如果五分满分让我平分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地给五星好评 因为这样的诚意制作 值得所有动漫人的肯定 我知道有一些国漫粉丝 是爱之深所以责之切 所以眼光极高 自然看出的bug也很多 不过经过上文的介绍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制作方终以年年 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诚意十足的精彩作品吧 这肯定不是什么圈钱的东西吧 无论是画面 人设 内容上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作品 这个时候不多多支持 难道要让好作品销声匿迹 让劣币驱逐良币吗 现在国内在日制动漫的2D市场上 已经有《狐妖小红娘》 《艺人之下》等作品 吹上了业界的一线步伐 3D市场则开始百花齐放 精彩作品层出不穷 百家争鸣 我不敢说少年歌型是独秀一枝 但我敢说它是能拿得出手 能与其他国内顶尖3D国漫 一较高下的好作品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听我如此吹嘘 那就请你吃一碗面吧 堪称写实的一碗面 就出自《少年歌型》第一话哦 所以大家酒足饭饱之后 就来追翻吧 在最后 希望国漫越来越好 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